各位学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第三章第二节固定资产后续记者 固定资产后续记者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折旧,这个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解完了 那么今天共同学习的是第二部分内容,后续支出 后续支出一般是包括两项内容,更新改造支出和修理费用 那么在没有讲解具体账户处理之前,我们有必要掌握它的账户处理原则 那么根据固定资产准则的规定 对于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符合资本化条件,我们是要记入到固定资产成本 或者是相关资本成本,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这里边教材也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与生产产品相关的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是要记入到相关产品的成本 举个例子,比如说生产车间有一台生产设备 我们对它进行日常的修理 它就是与生产存货相关的 那么这个生产设备的日常修理费,我们是要记入到存货的成本里面去 要理解它的意思 那么同时还需要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把旧部件给它拆除掉 也就是说用新部件来替换旧部件 所以我们需要把旧部件的账面价值扣除 那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出题点在什么地方 扣除的是账面原值,账面净值,还是账面价值 答案是账面价值 还有一个问题 那你在扣除这个账面价值的时候,金额是多少 那资料里面它不会告诉你的 所以我们在评设处理或以后再来考试的时候 关于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它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计算的问题 那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不符合资本化条件了 你就不能进入到资产成本 那应当进入到的当期存益 比如说行政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 那么在实际发生时进行当期管理费 就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后续支出的处理原则 那有的时候这个很简单 但是后续支出的处理原则 还有上一环节 需要我们特别小心一些 什么呢 就是要识别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识别出来 那么这一项支出 它到底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还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或者说它是涉及到的一个确认的问题 那么从考试角度来说 资料里面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提示你 那么该支出到底是属于符合资本条件 还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先做一个正确的确认 如果你确认错了 那么你在适用的处理原则上 就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它应该是包括了两个环节 一个是确认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处理原则 我们先说一下资本化的后预支出 固定资产发生可资本化的后预支出时 那么应当将固定资产的原价 以积极折旧 和固定资产简直准备进行转向 也就是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给它转入到的增定工程 你考试的时候也可能会涉及到的 快捷分路的编制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把这个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截转入再建工程的金额是多少 那资料里面可不会告诉你 所以它还是存在着这么一个计算的问题 那怎么计算呢 实际上就是原价紧去 那一者就紧去固定资产减值整备 这是我们所讲的 还需要重新确定固定资产原价 当然这个重新确定固定资产原价值是 我们所讲 比如说更新改造完毕之后 这个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确定固定资产原价 要注意到它的表述 那么现在已经把固定资产的 全部给它转入到在内工程了 那资产发展表上没有固定资产了 我们是对固定资产提起的 不是对再建工程进行成就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是要停止继续折旧 账户处理的相关表述 我们是要求掌握的 一定要注意它的关键词 第二个会计分论要求要会编制 对于固定资产发生的可资本化的会议支出 告诉你这是可以资本化的 那么在具体核算上 我们是要通过再建工程这个顾目来进行核算 那比如说发生人工费 那就待机应付只顾薪酬 然后从仓库里面领取原材料 从仓库里面领取困存商品 代机原材料代机困存商品 然后借机再建工程 但这里这个核算环节 还是有一些隐含的考点 比如说领取的原材料 要不要做进行税和转出 不需要 领取的自传的产品 或者是领取的库顶商品 要不要适同销售 不需要 所以领取的原材料 或者领取的库顶商品 它实际上和我们前边所讲的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里边在进行快据处理的时候 通常它都会告诉你 该企业是增值税一败纳税 然后在领取原材料的时候 告诉你相关的增值的进行税是多少 领取的库顶商品会告诉你 继续价格是多少 这些都属于干扰性 所以它的难点 实际上是涉水问题 要不要做进行税和转出 要不要适同相守 这一点要搞清楚 在固定资产发生了 后一支出完工 并达到一定科使用状态时 那达到了一定科使用状态 那我们必须要通过固定资产的 来进行核算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再建工程 需要转为固定资产 也就是把再建工程 这个科目规计的金额 从它的代方转到固定资产科目的介绍 没完 那今天是转为固定资产了 所以后我们就需要对固定资产 进去折旧 那么这个指定的金额 又该怎么进行计算呢 准则说了 需要按照重新确定的 重新确定几项内容 四项内容 原价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 还有折旧方法 是要积极折旧 这就刚才我们所提到 重新确定固定资产原价 当然这个原价应该是 我们所讲的更新改造完毕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账面价值的意思 这里边有一些隐含的支援 我们需要提示大家 并不是说我把快据责 给它背送下来 快据费路 我也会编制了 但是一到做题的时候 就错了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出题点 或者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像刚才我们讲的第三笔 完工定打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那有没有打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 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它会涉及到的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时间节点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当月增加 当月是不计题折旧的 那如果你判断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的时间出现错误 你觉得你的折旧计算会正确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是否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提示过 你可以根据的体验认则解释 来进行识别和判断 因为今年新增的这一部分内容 是给出了判断的一个指引 所以今天考试要特别小心一些 当然如果资料里面明确的告诉你 那我就直接可以来进行判定 是在哪个节点上达到了预定科使用状态 那总之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是希望我们各位在平时做题 或以后参加考试的时候 需要特别特别小心一个地方 关于重新确定的思想内容 原价使用寿命 预计性残值 还有呢只有方法 像使用寿命一般是做以致条件 预计性残值也是以致条件 只有方法以致条件 但是呢有一个不是以致条件 那就是重新确定的固定资料原价 就像刚才呢我们所提到的 它也是存在了一个计算的问题 那使用寿命有可能和我更新改造之前的 使用寿命呢不一致了 有可能延长了使用寿命 预计性残值呢可能多了也可能少了 只有方法可能说更新改造之前呢 我是领性评级法 更新改造之后呢就不是了 可能是改为领受总科法了 这个呢都是我们所讲的 重新确定的这四项内容 和我更新改造之前的四项内容呢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在做题的时候呢 不要有这种惯性的思维 那么这些细节的东西呢 一定要给它掌握了 因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通常会结合固定资产折旧来进行出题 是把两个支点给你串到一起的 难度呢是比较大的 关于刚才我们讲的符合资本条件呢 会议支出呢 我们教材呢是有相应的举例 我们先看教材的第三项期 第三项期教材原期表述有瑕疵 怎么有瑕疵 这里不说了 所以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这些教材第三项期呢 就做了一个微调 甲公司有关固定资产 更新改造的资料楼下 资料里边一般说更新改造 实际上就已经间接的告诉你 相关的支出呢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除非特殊情况说它不符合资本条件 这种在考试里边呢会极少出现的 阿里姆青年呢12月30日 该公司自行建成了一条生产线 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它说是建成 你告诉我什么叫建成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该生产线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它提示你了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讲 你要给它识别出来呀 哪计划提示你这一项固定资产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建成就是 而且计划也是提示我们 对于甲公司来说 对该生产线呢 它应该是从208年的1月1日 它要开始呢 具体折旧了 因为当月增加的 当月是不具体折旧的 更清楚 建造成本呢是113万6千 然后采用年限平均法具体折旧 预计净残值率为3% 预计使用寿命了16年 209年12月31日 由于生产的产品是要对落 现有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已经难以满足公司生产发展的需要 但若新建生产线周期比较长 甲公司对现有生产线经营改革建 以提高其生产能力 假定该生产线未发生减值 就是我们这一题啊 不考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这里边呢也要注意呢 他所给你的提示 他是在2019年的12月31日 然后呢 他是进行改革建 就是已经开始动手改革建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表述 那就说2018年 2019年 实际上按照上书的方法 已经记提了两年的折旧 但是在2019年的12月31日 你需要把那个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要转入到再建工程了 2010年的3月31日 他完成了对这条生产线的改革建工程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资料里边呢 实际上已经启示你了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也就是说 在2010年的3月31日 你就需要把那个再建工程啊 规及的金额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要转入到呢 固定资产 所以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呢 我们是要把固定资产 我们要给他截转到呢 再建工程 然后在2010年的3月31日 我们又需要把再建工程 你要再给他截转到固定资产 截转到固定资产 然后从哪个节点 我们具体折旧呢 当然是从2010年的4月1号 2010年的1月1号 2010年的3月31号 我们是对该生产线的 我们是不具体折旧的 这样的清楚 那一共发生多少支出呢 是53万7800 那问题出来了 53万7800 到底是属于符合资产条件的支出 还是不符合资本号条件的支出 我们看资料次 该生产线改固定工程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 他说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什么叫提高生产能力 那比如说他可以生产出 更多的产品 可以给假公司呢 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所以它是符合资产签的第一个条件 该资产预期产生经济利益呢 是很可能流入企业 但是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啊 成本能否可靠近量 当然可以 53万7800 所以呢 它是已经同时满足了什么 两个条件了 所以资料里面呢 已经提示你了 那么这一项支出呢 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那你要给它自美化 先暂计到的这点工程 最后呢 在4月1号呢 急转入固定资产 那么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之后 那么它使用寿命呢 是延长了四年 原来是六年 六加四十年 但这十年呢 它是包括了 改阔欠期间的这三个月 要搞清楚 那么假定改固定之后 生产线的预计性参值率呢 还是3% 但这个3%呢 只是改阔建后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改阔建后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它是存在的一个机翼算案的问题 折旧方法 扔为年线平均法 当然我们这个教材立体呢 它实际上是简化处理的 那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比如说它只有方法呢 可能又改为了 比如说年线总合法 这一点呢还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项资料 未简化进展过程 整个过程不考虑了 其他相关税费 那公司呢 按照年度呢 既提固定资产责旧 关于分析这一段话呢 实际上刚才呢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因为这一段话呢 它主要是涉及到了 刚才我们所讲的确认问题 确认什么呢 就是那个53.7800 到底是不是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那么根据资料相关的表述 生产线呢 改关键之后 生产能力呢 大大提高 什么叫大大提高呢 它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这是我们讲的条件一 第二呢 相关的支出金额呢 也是能够可靠的计量 那就是53万7800 所以呢 同时满足了资产圈的两个强计 结论就是 这个呼吁支出呢 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应当是要进入到的 公理资产成本 那么这一段话呢 个人建议呢 还是要把它作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质量 因为考试组呢 它是可以出现在主观体中 要求你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你可能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要你真正写的话 你不一定写得出来 所以呢 对于第一章总论的一些理论 基础支持部分呢 我们要求呢 还是要关注的 这是刚才呢 我们对这一题 时间节点的一个梳理 因为这题的难度呢 稍微还是大一些 涉及到这么多的时间节点 那其中20某7年的12月30日 是建成生产线 所以呢 是从20某8年的1月1日起 开始具体折旧 20某9年的12月31日 开始动手进行改革建 所以呢 在20某9年的12月31日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需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转入到呢 在那工程 那也就是说 开始更新改造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 计题了两年的折旧了 当然这个折旧的计算了 很简单 银行排行模式 碾线平均法 20某10年的3月31日 是完成更新改造 而且明确的告诉你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呢 这三个月 是属于呢 更新改造期间 那更新改造期间呢 需要注意 是停止呢 具体折旧的 停止具体折旧 那从哪个时间节点呢 从二某10年的3月31日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刚才我们也说了 需要把那个在建工程 科目规及的金额 再给它转入到固定资产 然后从二某10年的4月1日 开始呢 对更新改造后的固定资产 按照重新确定的原值 净残值 还有呢 折旧方法 使用寿命 我们需要重新来计算折旧 而且根据资料相关的表述 原来预计使用寿命呢 是6年 因为更新改造 使用寿命呢 延长4年 所以呢 6加4 那就10年 那么这个10年呢 整个的 是我们讲的这个时间跨度 是10年 而这时间里边其中有三个月 它是不继续折旧的 你要搞清楚 是从4 更新改造完毕呢 是从二某10年的4月1日 4月1日 至二某17年的1231日 那4月1日 至二某17年的1231日 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是多长呢 其中二某10年的4月1日 至二某10年的12月31日 那么一共呢 是9个月 是9个月 二某11年的月1号 至二某17年的1231号 一共是7年 那每一年呢 自然就是12个月 所以这是它整个的 更新改造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呢 在这段时间内 需要呢 对更新改造后的固定资产 我们是要积极折旧的 所以它时间节点呢 比较多 而且是要两个转换 开始更新改造 那就是固定资产 转资件工程 更新改造完毕 需要把资件工程呢 截转入到固定资产 它有两个截转 而且又会涉及到呢 计算的问题 所以呢 对于初学的学员来说呢 可能感觉这一题啊 稍微难度大一些 那么相关的资料解读呢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账务处理 2058年的月1日 这是我们讲的 开始具体折旧的 时间节点 至2059年的1231 一个是两年 那两年应该具体多少折旧 这是我们教材呢 给出的计算方法 它是先计算的 印记折旧额 然后再计算的年折旧 实际上考设数呢 如果是实际到计算的情况下 你没有必要呢 按照这个方法呢 来进行计算 我们就直接呢 根据它的原值 1136,000 然后乘以呢 1减去呢 3% 然后你这样算的话 又直接呢 除以6 你不要再直接什么计算 印记折旧额 你还得分两步来算 这个都麻烦死了 因为是生产线 我们进去的折旧呢 少进入到这段费 这个项目来说呢 简单一些 2019年呢 1231日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因为我们这一题呢 是不考虑呢 简直准备的 所以呢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应该是等于它的原值 减去呢 2058年 2059年 所记题的 累议折旧 因为不考虑呢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因为在2059年 1231日 甲公司呢 开始对生产线 进行改扩建 所以呢 就需要把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呢 是要节展入 再建工程的 2059年的 12月31日 至2010年的 3月31日 发生改扩建支出 53万7800 前面呢 我们对这个支出的性质呢 已经做了一个确认了 它是属于呢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我们在具体核算的时候呢 需要通过 再建工程这个科目 所以呢 需要把53万7800呢 是要进入到呢 再建工程的 因为它全部呢 是用银行存款呢 来进支付的 所以呢 这个支出呢 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性质 当然前面呢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确认 责任里面呢 就不再重复了 澳马10年的 3月31日 生产线的改扩建工程呢 完工 并达到了 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呢 有需要呢 把再建工程 科目规矩的金额 我们是要把它 科目规矩的金额 是要转入到固定资产 所以呢 更新改造后的 固定资产入口价值 必须要做这个正确的计算 否则会影响了 后面的择救的计算 2010年的3月31日 转为固定资产之后 按照重新确定的 意料主义 重新确定几项内容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 还有择救方法 那么应激折救额 我们教材还是先计算的 应激折救额 应激折救额是根据 更新改造后的固定资产原值 乘以呢 一减去预计净残值率 因为预计净残值率呢 还是3% 然后再除以呢 这个时间 就是剩余的这个 折救年限 剩余的折救年限呢 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分析 那就七年乘以十二个月 再加上二某一零年的九个月 因为一月一号 至3月31号 这个属于改扩建期间 是停止继续拯救的 然后再乘以呢 十二个月 来计算呢 年拯救 这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做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采用的是 第二步走 我直接先算出 月者就无 直接算出呢 月者就无 那也就是我们就直接根据呢 130 6493.34 然后乘以呢 一减去呢 预计净残值率 然后再除以呢 这个时间 其中二某 一零年4月1号 到12月31号 应该是九个月 那就一步式的算出来算了 你没有必要的说 必须说按照这个步骤 的安静计算 就没必要 那算完之后 我们再编制呢 相关的快递费路 然后关键点就是 二某一零年 应该具体多少折旧 二某一零年 应该具体几个月的折旧 九个月 前三个月 是属于更新改造期间 是不具体折旧 这一点要切记 当然是属于生产企业嘛 这个折旧呢 自然是要进入到了制造费用 只是我们教材呢 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稍微有一点难度 是把符合资料条件的 支出和折旧呢 放到议题中了 而且呢 又会涉及到的两个转换 首先是固定资产 转载点工程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载点工程 转固定资产 然后呢 再规定了 及其拯救 所以这一题呢 更建议呢 它在课下呢 这个重新呢 演示一下 而且以后考试 如果碰到这种提醒的时候 如果碰到多个时间节点 你最好呢 是在草口纸上呢 画出时间轴 标出时间 标出的一些呢 关键的信息 这个呢 也有利益呢 就是在做起的时候呢 有利益检查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教材的第八个例题 就第三章的第八个例题 当然这个例题呢 表属上也是有一些瑕疵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微调 某黄公司 2090年 12月购入一架飞机 总计花费是8000万 当然这个8000万呢 它是包含了发动机的 发动机当时的购价是500万件 公司未降发动机 作为单独的一项固定资产 进行核算 是把发动机呢 作为这一项固定资产的 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单独做一项固定资产 尽确认 2058年的12月31日 公司开辟新航线行者增加 它是12月购入的 当然是从2011年的 1月1号 卡尔基基折救 那时间到了2058年的 12月31日 那为了开辟新航线航线 航线增加 未延长飞机的空中飞行时间 公司更换了一部 性能更为新进的发动机 新发动机的 购架的是700万 令需支付安装费呢 是5.1万元 假定飞机的年折救率呢 是3% 这里边呢 一定要注意 它不进三指率呢 是年折救率 而且呢 这一题呢 是假定采用年限平均法 来进行折救 不考虑呢 相关税费的影响 公司的账翁处理如下 但这里边呢 有些内容呢 我们还是需要呢 做进一步的解读 就像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的 对于固定资产的一些会议支出 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第一件事情 不是那个账翁处理原则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识别 识别该项支出 它到底是符合资本条件 还是呢 不符合资本条件 因为资料里边呢 它已经是有所提示了 我更换了这个新发动机 是可以延长飞机的空中飞行时间 而延长飞机的空中飞行时间 实际上就相当 因为这个飞机啊 它的飞行时间越长 实际上它的收费呢 怎么样就会越高吗 实际上这句话就是 我更换了新发动机 可以呢 给航空公司呢 带来经济利益的 而且呢 它的金额呢 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因为它的购价呢 就是700万 而且明确的告诉你 安装费呢 就是5.1万元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支出呢 它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一定要注意呢 资料里面给你的直接 或者是呢 限制的提示 就是关于券的问题 到底符合还是不符合呢 是完全条件 那么这些资料 解读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账用处理 2058年的1231日 飞机的累计者就是 那么就直接呢 根据它的原值 乘以了年值有率 这里边呢 要注意这种算法 所以这个 这种计算的方法呢 还是需要呢 关注一下 因为直接告诉 年值有率呢 是13% 直接拿原值呢 乘以13% 然后呢 是8年 因为它是从20 某一年的1月1号 开始进行折旧 那么到了20某8年的 131号呢 一共呢 就是8年 那雷折旧计算的结果呢 是1920万 那么在20某8年的 12月31日 它是要更换 性能更为先进的发动机 而且我们已经识别住了 相关的支出是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也就是208年的12月31日 我们就需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是要节转入的 再建工程的 那原值呢 是8000万 以计题的一则用呢 是1980万 差额6080 借记呢 再建工程 那么安装新发动机 那又带记呢 工程物资 因为新发动机的 购入价款呢 是700万 安装费呢 是5.1万元 那就借记再建工程 705.1 带记工程物资700 带银行存款的5.1 也没问题 那你安了新发动机 那我肯定需要把那个旧发动机 我给它拆除掉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需要把旧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要给它扣除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 关于这个被替换部分 专注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旧发动机 当然旧发动机 它只是告诉你成本 多少呢 500万 它没告诉你 拆除时 它的账面价值 因为它是作为整个飞机 这一项固定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它具体折旧 它也是按照年账用率3%来具体折旧的 而且我们这题呢 是不考虑呢 简直准备的 所以呢 被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 应该是根据这个旧发动机的 原价 多上了500万 然后减去呢 8年所具体的 来一折旧 那么下面我们看下这个计算的结果 8年具体的折旧 年账率呢 是3% 8年累计具体的折旧 500万 乘以3% 乘以8年 然后原价呢 减去呢 那一折旧 那计算的结果呢 是380万元 这就是关于呢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而且资料里面明确的告诉你了 说这个旧发动机啊 我给它拆掉了 那拆掉了 干什么用呢 然后它说了 报废处理 而且没有残值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给企业呢 航空公司带来 它既没有转让价值 也没有使用价值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就把这个被替换的旧发动机的账面价值 给它进入到呢 影业外支出 同时充减呢 再建工程 因为你毕竟呢 是把这个被拆除的部分呢 从原固定资产中呢 给它拆掉了 肯定是要充减呢 再建工程 当然这题呢 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三笔业务 你要多想一些 那如果这个被替换部分 这个被拆除的老发动机 那如果是有一些残值呢 那比如说残值 它就是比如说50万元 那如果残值是50万元 那么是我们在编制快递分路的时候呢 比如说收到了 没收到就借其他营充收款吧 那收到了我就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多少 借银行存款50万 然后代理经营的增建工程 因为按照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它就是380万 那中间现在也不相等 那我们就借记什么呢 借记呢 营业外支出多少呢 是330万 所以呢这个营业外支出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差弱 我们这一题呢 是假设根本就没有一分钱的残值 所以呢 全部呢 进入到了营业外支出了 所以呢 这个快递科目呢 它的使用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要注意呢 它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发动机安装完毕 投入使用 那既然是安装完毕 投入使用 那也就是说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我们需要把栽建工程 科目的余额 要截转入呢 固定资产 这就是我们前面呢 所提到的 我们更新 根据呢 更新改造前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然后加上呢 新部件的专门价值 减去呢 被替换部份呢 专门价值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更新改造后的 固定资产专门价值 计算的方法 所以这一题 那么它的初题点呢 就是 投入使用之后 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是多少 这是它的初题点 所以教材这个立体呢 是完全可以作为 计算型单向选择题 感谢观看